那么现在呢 下面我们开始讲这个部分的第一章 也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 那么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首先讲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史料的部分 也就是说 学习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我们说有一个 它的一个知识性和赏识性的部分 那么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你们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教材就可以了 看我们这个教材 不用看其他的书 就是了解它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及特点 由于时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本来是分开介绍人物思想的 那么我们和这个在这个阶段上啊 就是在这个人物思想发展 整个发展阶段上呢 介绍最主要的这样一个人物的思想 就是把列宁的思想往后面放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当中呢 就是把最主要的 就是把它们放到这个 整个苏联哲学发展史的这样一个阶段上面去讲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思考题呢 着重的是三个 一个呢 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机器 在各个阶段上的特点 这个阶段呢 我们下面要讲的 就是它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个时期呢 是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的这个哲学论战 这是对于这个苏联哲学的形成 就是说它的这个体系化形成呢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也对这个以后的这个发展啊 它的发展特点呢 也是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个阶段 也是我们重点要了解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第二个时期呢 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这个哲学改革 这样一个 这个阶段呢 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 就是它带有这个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哲学的很大的特点 又是对它的这样一个批判里面 发展出来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它的70年代到80年代 对哲学新思维的探讨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 苏联哲学有一个大的转向 有一个大的转向 就是 就是如果在这个前面的话 它都还是在这个 在这个两津对垒 就是说这样一个 就是两大阵营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进行思考的话 那么70年代呢 80年代开始 它就开始结合全球化 来这个进行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变革 那么这样一个变革呢 也导致了整个苏联哲学的一个终结 这个终结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这样一个逻辑结构呢 会讲一下的 这三个阶段啊 就主要呢 第一个阶段是最主要的 那么后面两个阶段呢 主要是了解它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变化的过程 以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这样一个思想 哪些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这是第一个思考题所要这个了解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呢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本来也有这个德伯林的啊 也有德伯林 但是呢 德伯林呢 因为 因为德伯林这个人物呢 他就是 他的本身的这样一个思想 主要是对马兹的 恩克斯的 辩证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散词 在思想的创新上 他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 在介绍的里面讲一下 就不作为专门的能物讲 那么布哈林呢 在这个 布哈林和斯安林可以说 在整个苏联的哲学发展史上呢 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巨大的影响 不管是从他们的政治上 还是理论上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主要是了解 这两个人的这样一个 讲一下他们的特点啊 讲一下特点和他们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是我们这一刻的安排 所以呢 就是主要是三个思考题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一个是布哈林的这个平衡论 另外一个呢 就是斯拉林的 认辩认为物主义和历史维吾主义呢 其实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 如果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原理教科书翻开啊 我们的这个总体结构 基本上是那个时候 就是在任辩认文物主义和历史维吾主义 这个里面的这个定义的啊 就是说从这个结构 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结构来的 但是呢 它所产生的影响 确实很大的 确实很大的 包括这个30年代 50年代 就苏联专家了 到我们这儿来 这个就是在人大 进行讲学的时候 就把这样一个体系啊 也带过来了 所以我们在学习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 不能不知道 它的源头从哪来的啊 它的源头从哪来的 所以呢 里面的理论呢 我们不会展开讲 因为很多我们那个教科书里面都写了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呢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 不会 不至于啊 别人一提起 这个论辩论物质和历史维吾主义 斯大林的 你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著作 它跟我们今天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教学和研究 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个也是不行的 或者 因为它这个论辩论物质和历史维吾主义呢 是为这个联工部党史的 第四章第二节写的 这个第四章第二节呢 就是写了党的理论基础 党的哲学基础 所以它是专门为这一章写的 那么这就成了 就是说把这个呢 就变成了这个党的理论基础 一个意识形态 有把这个论辩论物质和历史维吾主义 还有一个名的 就叫四章二节 有时候我们经常一讲啊 就是哲学界一讲 四章二节 那你就要知道 这个四章二节是个什么意思 他就是用很简单的 就像讲普雷哈诺夫的五项论一样的 一讲普雷哈诺夫的五项论 你就一定会知道 普雷哈诺夫的五项论是指的什么 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社会结构的理论 那么一讲这个四章二节 就要知道是什么 就是斯安林写的 论辩论物质和历史维吾主义 就是他放到这个联共部党史的 第四章第二节 就是为这个 第四章第二节 就是为这个马克思 就是联共部党的 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哲学基础来写的 所以他叫四章二节 所以像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啊 应该知道 知道他在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有什么地位 有什么地位 这是作为我们学这一个部分的 主要要掌握的这样几个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讲一下 下面呢我们来这个 分阶段的啊 分时期啊 分三节 也就是分三个时期啊 来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论战 那么第一个时期呢 主要是讲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哲学论战 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这个苏联呢 完成了从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论务 就是在一九 这个一九一七年革命 然后从一九一八年开始 可以说是苏联哲学啊 从这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 然后进入二十年代以后呢 就是说二十年代初期以后呢 实际上他就开始提出了这样一个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个建立呢 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课题 就是说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国建成 因为按照这个马克思的预言啊 就是马克思讲的话 就是说社会主义呢 它是不能在一国建成的 就是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 那么社会主义也是全球性的 它必须在多国建成 在多国建成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 但是呢在当时十月革命以后呢 这个苏联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 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 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就要首先解答社会主义 能不能在一国建成的问题 然后呢再一个呢 就要解答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 这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定义的时候 已经讲了苏联哲学 它的一个很主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啊 思考的对象 就是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马克思那儿 这个社会主义 讲社会主义的话 它是一个没有实践的 没有实践对象的 只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来探讨的话 那么在这个苏联哲学当中啊 就是到了二十世纪 二十年到三十年代 苏联哲学呢 实际上就是已经有了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你要从理论上啊 来思考这个实践已经发生的 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它的对象呢 就是始终是围绕这个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展开的 但是呢在二十年代 二十世纪到三十 二十世纪的这个二十年代 到三十年代 也就是在苏联 社会主义建成的初期 当时呢这个 能不能对这个社会主义 怎么建成社会主义啊 这个社会主义 能不能在意国建成 以及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 当时的这样一个苏联国内呢 是非常的不统一的 是非常不统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哲学论战 空前的哲学论战 那么这个论战呢 也可以说啊 是苏联哲学界啊 空前活跃的时期 这个时候的思想是最活跃的 那么过了这个时期以后 包括到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以及到这个 五十六十年代以后 这个哲学呢 就再也没有这样繁荣过 就是再也没有这样一个时期啊 繁荣过 它各种思想 各种思潮 在这个时期啊 都发展起来了 都发展起来了 也是一个空前真名啊 这个思想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啊 到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哲学改革的时候 那就相对比较残酷了 就相对比较残酷了 那么这个呢 和这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结局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和波哈林的这样一个声势呢 它是连在一起 因为波哈林后来是作为叛徒 陀派后来被杀害的 在三八年的时候被杀害 那么它这个杀害终结了 这个它的一个 苏联的一个空前的这样一个 自由的认战的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阶段啊 它认战的主要问题 那么在这个 这样一个阶段啊 它认战的 苏联哲学认战的主要问题啊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列宁阶段的问题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啊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讲是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它是面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 那么这个实践的这个哲学 就是在苏联 它发展和苏联的实践相结合的 这样一个哲学 究竟是什么 它是马克思恩克斯的 还是说 是普利安诺夫的 还是说 它需要新的哲学资源 就是是列宁哲学 是列宁哲学 如果说它是列宁哲学的话 那么列宁哲学是什么 它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要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啊 对于哲学的理论的 这样一个定位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列宁有一个哲学 那么列宁这个哲学 它是普遍还是特殊 就是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是一个和马克思恩克斯不同的阶段 还是说它仅仅只是俄国的现象 仅仅只是俄国的现象 所以呢这一个时期啊 就形成了一个对列宁哲学的一个空权研究 原来的就是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普利安诺夫最早对列宁哲学啊 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定义 包括这个就是说苏联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马克思恩克斯的思想呢 是理论 列宁哲学呢 是策略 就是它只是什么 只是马克思恩克斯的思想的理论 在俄国的应用 所以它只是一种策略 而不能成为一种哲学 不能成为一种哲学 后来呢 这个有些思想家呢 就认为就是在这个时期还有的 包括德伯林 他们都认为 就是说在这个旧俄国哲学来说 普利安诺夫呢 是理论 普利安诺夫的哲学是理论 列宁的哲学呢 只是一种应用和策略 就是说列宁哲学呢 列宁也是没有自己的 独立的这个哲学理论的 它只是什么 普利安诺夫思想的一个应用 因为普利安诺夫的思想是 俄国的哲学 所以呢 这个列宁的哲学呢 也就是列宁的思想呢 就是把这个普利安诺夫的思想 运用到俄国来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在前面讲 利益的时候 已经讲了 苏联哲学讨论的结果 他们自己后来 这个论证的 这样一个结果的讨论呢 就认为 列宁是有哲学的 列宁是有哲学 而且这个哲学呢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是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呢 就是叫 帝国主义时期的 这样一个哲学 并且呢 把它看作是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普遍性的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普遍性的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就是他和这个俄国啊 和普利亥诺夫哲学的 一个区别 就是说 他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 就是普利亥诺夫的哲学呢 他是特殊 就是说 他仅仅是 足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呢 列宁哲学呢 当时他们的定义就是说 通过研究呢 就强调 列宁哲学呢 是具有国际性的 具有国际性的 他不仅仅是 这个俄国的 这样一个特殊 就强调这个问题 而列宁哲学 它本身我们看到 它又是有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又是这个 有关社会主义和建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这样呢 就是列宁哲学的讨论 实际 但是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 这个 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 列宁哲学的问题呢 还是在讨论当中 也就是说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理论 什么样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基础 为了这个问题呢 就展开了这个 列宁思想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在这样 苏联哲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时就整理和出版了 列宁的一些 最重要的著作 就是你要说 还有哲学的话 那么你首先呢 它要有文本依据 就是说你 你作为一个哲学史 哲学家的话 你要有理论的话 你必须要有 自己的这个理论著作 要有理论著作 所以这个时候就整理出版了 列宁的这个著作 当时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呢 一个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认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还有哲学笔记 哲学笔记 这是最主要的 这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呢 是列宁的最重要的认识人著作 最重要的认识人著作 这个认战斗的唯物主义呢 是他晚年写的啊 里面谈到的这个唯物主义啊 这个认战的唯物主义 强烈唯物主义啊 和这个 他的这个党派 党派原则问题 党派原则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哲学笔记 着重体现的 他的辩证法思想 他的辩证法思想 所以当时把这几个 最重要的著作 出出来了 然后呢 就开始编辑 列宁全集和列宁文集 这个时候呢 和这个相关的 就开始兴起了列宁哲学 以及列宁和普雷汉洛夫 哲学关系的研究 这个时候研究 这个列宁哲学 和普雷汉洛夫哲学的关系呢 主要是什么 就是要 既要强调 他们之间的联系 同时更重要的 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 就列宁哲学 和普雷汉洛夫哲学 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讲苏联哲学 定义的时候 要把它和普雷汉洛夫哲学 把它区分开来 区分开来 强调这实际上是 苏联哲学发展史上的 一个值的变化 也就是说 从俄国哲学 到苏联哲学的 这样一个变革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 展开着讨论的 那么由于这样一个讨论的 就推动了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和俄国哲学史的研究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和俄国哲学史的研究 因为要开展 这个列宁哲学的 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就要对这个 列宁哲学 和马克思恩克斯的哲学 也要进行研究 就是对19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要研究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开始 整理这个 马克思恩克斯的 这样一个著作的文集 著作文集 提出了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样一个论文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服务于这个 马克思恩克斯 和列宁文集的 这样一个整理 所以最初的这个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呢 就是 马克思恩克斯和列宁的思想 就是主要是讲这个 领袖人物的思想 而对第二国界呢 它是排除在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的 这一个呢 它是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 就是说最初的时候 因为和它的这个 掌握的这样一个 资料有关系 资料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其实也和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一个规律 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 它的这个历史规律 也是有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和这个 其他的西方哲学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 不同的特点 就它最开始呢 是由领袖人物创造的 就是由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由无产阶级 革命领袖人物创造的 就是这样一些 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理论家 他们同时也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也是革命的实践家 比方说马克思恩克斯 他们曾经都领导了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 甚至参加了这个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 这样一个功能运动的斗争 面临的也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一个实践家 包括第二国际的 这样一个思想家 他们都既是这个理论家 同时呢 也是这个功能运动的 这样一个领袖人物 都是领袖人物 但是随着这个 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无产阶级 夺取革命政权 以及西方这个 无产阶级 革命失败以后 后来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在 就开始有了一个分工 就有了一个分工 这个领袖人物 除了领袖人物以外的 还涌现了这个大量的 这个职业的这样一个哲学家 包括在西方马克思 比方说他很多都是在大学的 主要是在大学里面 这样一些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些 激进知识分子 左派知识分子 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联 在中国呢 他也是在 也兴起了这样一个 专业的这样一个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 就是 可以说是一个内部的分工 所以他有一个 从这个领袖人物 到这个专业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分工的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领袖的哲学 他因为是领袖 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个人物呢 是最开始创立的 比方说马克思 所以他们也会把他们的 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们的激情 都贯注到 这样一个学说当中来 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其他的哲学相比呢 他也是最看重实践 也是最有激情的 最有激情的 就形成了他自身的 这样一个品格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哲学里面 包含着他的 包含着一种这个 人格精神 包含着一个人格精神 这一个是他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么在这个 所以在这个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因为在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 当时整理这样一个资料 所以只有这个 马克思文科斯和列宁 后面的都没有 然后呢 再一个呢 就是当时这个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还没有完全地展开 因为他真正的发展 是在20世纪 20世纪 所以没有完全地展开 所以当时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结构呢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这是这是一个 然后同时呢 他们开展了这个 俄国哲学史的研究 这是作为他们 俄国的苏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一个基础 发展一个基础 这就形成了这个 这样一个特点啊 就是这个 列宁哲学的研究啊 他和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和这个 俄国哲学史的研究啊 把它结合起来了 这是第一个特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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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